要面對四個機關的圍毆 那麼對我們來講 其實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短短的時間之內 每個人要寫差不多二十頁 大概超過一萬五千字的這樣的一個書狀 這真的不是短時間可以做到 你如果發現主辦協辦 相關的裁判 都是同一邊的人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有一些疲憊 有一些特定的大法官 我只能夠說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發問的時間 給我們回答 比我們回答問題的時間還要長 問了一連串的問題 結果最後限制我們回答的時間 那也沒有辦法 只能夠依照審判長的指示 事後用書面來補稱 這個大法在憲法法庭裡面 好像是招架不住 出來挖挖叫 這也不好 當然立法委員這也不好 你本來要跟這些公法學者 他們法學功力這麼深厚的人 來做抗衡 你自己就要有十足的一個準備 而且我們看到這些大法官 每個人都非常中立 沒有傾向在哪一個黨派 昨天問的那些題目 全部都是一針見血 怎麼說呢 對啊 很多人的立場都變成我們現在執政黨的立場 昨天那場憲法法庭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講那個是什麼程序 聽取意見的程序好了 是不是有遵守政黨法律程序 我相信明眼人大家一看都知道 對我來講 你如果發現 主辦協辦 相關的裁判 都是同一邊的人的時候 當然會覺得有一些疲憊 但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心存善念 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那至於你剛剛所提到的 有一些特定的大法官 我只能夠說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他發問的時間 給我們回答 比我們回答問題的時間還要長 問了一連串的問題 結果最後限制我們回答的時間 他發問的時間 比我們回答的時間還要長 然後回答到一半的時候 就被他們制止 說不要再講下去了 那剩下的有什麼意見 再用書狀來加以補充 那當然你如果面對一些問題 你感覺到有一些錯亂 因為聽起來好像 不曉得是基於 申請方的訴訟代理人的立場在講的 還是從法官的立場在講的 要回答那麼長串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負責任的 一條一條主點的回答 那只不過說 當他的問題內容如此的攏長 又那麼多樣 講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回答的時間被限制住 就被喊停了 那也沒有辦法 只能夠依照審判長的指示 事後用書面來補稱 這個是我為什麼昨天 最後利用一點點 被限制僅存的發言時間 提醒憲法法庭的 四個申請機關 有三個申請機關 依照過去憲法法庭對於受理案件的標準 根本不應該受理 而且針對有關於定暫時狀態的處分 或是我們把它稱為緊急處分 根本在他們的申請狀當中 沒有充分的市民 滿足那四個緊急處分的要件 到底有什麼不可回復的重大公益 會遭到侵害 具有急迫性 而且沒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替代 申請人在他們的訴狀當中 根本不敢多索琢磨 李游寫的里里拉朗 完全沒有滿足到市民的要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才會提醒憲法法庭 不管是從我們憲法訴訟法 所司法的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憲法法院 他們的判例 還是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 依照他們現在所提出來的內容 根本就不可能會去準暫時處分 那我希望憲法法庭還是能夠回到 他們在職責上面 必須要按照憲法訴訟法 法律的要件 以及他們過去自己所建立的標準 好好的審議 不要碰到特定的申請人 就出現雙標的情況 憲法法庭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這15位組成的大把關 這一些在台灣的公法學界裡面 在法學界不只是公法學界 是大家對他們的法學素養是表達非常敬重的 那在整個憲法法庭裡面 昨天在論述各位看到了 國民黨是認為說我時間會準備不足 為什麼時間會準備不足 昨天是一個暫時處分的一個準備程序 本來都不一定要開庭 然後這個整個立法程序裡面是立法委員所立出來的 你到現在還去講說 我時間有點準備不足 其實昨天憲法法庭的法官也講得很清楚 在暗打我們整個立法委員 所以你到底當一個國會的立法委員 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憲政體制到底是什麼 其實都沒搞清楚 拿內閣制的概念出來講 然後大法官實問你虛答 然後去講說 因為時間好像來不及 好像是憲法法庭再給你做突襲 一個案子細數在憲法法庭到現在幾天了 我們一般民事法庭你在申請假處分 最慢都三天就下來了 憲法法庭是涉及到機關之間的一個憲政的一個爭議 大法官是因為非常的慎重 否則暫時處分都未必要開庭 以上 這個大法在憲法法庭裡面 好像是招架不住 出來哇哇叫 這也不好 當然立法委員這也不好 你本來要跟這些公法學者 他們法學功力這麼深厚的人來做抗衡 你自己就要有十足的一個準備 而且我們看到這些大法官 每一個人都非常中立啊 沒有緊張在哪一個黨派啊 昨天問的那些題目全部都是一針見血啊 昨天這個憲法法庭的開庭 可以看出大法官是給正方以及反方相同的時間 跟所謂申請人或者是相對人的人數沒有關係 時間給的是同樣的 同樣的時間 讓正方方去做有效的分配 所以在這個分配的時間裡面呢 我想不管是我們申請人 或者是國民黨民眾黨 他們相對人 大家都要充分去利用自己的時間 所以他們說他們的準備時間不足 這件事讓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怎麼有準備時間不足 昨天我看到大法官是問 黃國昌 問他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反質詢的定義不是在他們當時在修法的時候 他們腦袋就有這樣的定義了嗎 至少吳宗憲委員也說 三讀過後 要來告訴全國人民什麼是反質詢嗎 這都他們說的耶 怎麼在大法官的面前 他講不出反質詢是什麼 而且他所提的答辯書 還被大法官之家說 你怎麼以問答問 問A答B 就是黃國昌一貫 每次問東西 他們一貫不敢正面回擊 而且昨天 整個看起來 國民黨民眾黨時間的分配 好像被某一個人佔用大部分的時間 多次讓大法官制止說 你用的時間太多了 還有別人要講 是他在一起搶過時間 而且明顯的 他因為超出時間 他們比申請人 還用久的時間 更多的時間來答辯 今天用那麼久的時間去答辯 今天再來 你看他們開記者會 說什麼大法官開庭不說白 說什麼他們的準備時間不夠 那我想說 我們過去來做辯書 我們做辯書的時代 那個董事人 看到他委託的律書 在開庭的時候 表現不好 剛才發官 他們說的都不說 董事人說 比較重要 要替我辯給你 沒辯給你 理想 他們說的都不說清楚的 開庭之後才開始要明發官 你看 開庭的太多了 不要 開庭下去不說白 後來 董事人說 我記得說什麼 你如果不說 我就說 抱歉 因為我準備時間不夠 我睡不著 後來 董事人 先來就想說 我這個辯書壞了 我哪會去請到這種辯書 我差不多 解除委任了 所以我看到 翁曉玲 跟黃國昌 他們今天開記者會 還在這邊 要鬥爭大法官 然後再講什麼 給他們 他們隨便時間不足 他們睡眠不足 這樣的話 我都合格在說 國民黨跟 柯文哲 國民黨把翁曉玲 提名為部分區的立委 好選柯文哲 把黃國昌 提名為部分區的立委 讓他們不會 在 業界當律師 然後去害了很多的當事人 不然開庭 是很嚴肅的 不可以開庭之後 才利益有一大堆 所以我告訴 好家在他們現在是立委 不是律師 不然真的害死很多人